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新加坡房地产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你觉得如果这样的疫情跟前景会是如何呢 其实你提到这个问题也刚好 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 这个短期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如果说没有其实都是在骗人 不可能没有 对吧 各行各业都被冲击到 甚至我的医生客户牙医啊什么 他们都跟我说都被影响的 其实对吧 所以房地产肯定是会有一些短期的影响 不过其实听到这里 就是要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观察 这事 比如说如果说你以租户的角度来看吧 对吧 所以租户来讲 你需要一个房子柱 你一定要现在就是要找一间房子柱 你不可能说 等到租约满了过后 没有房子柱 那就有很大的问题 对吧 所以那个是立马马上就要去进行的一个事项 就要去做了 所以呢 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我们发现到就是 他们都不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行动管制的措施的影响之下呢 他们都不能够到处去看房 我们做房地产的也只能待在家里面 就是接受一些询问这样子罢了 所以呢 对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租户如果在接下来这个 这个期间呢 他们需要找屋子柱的话 他们要迅速的做出决定的 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看了几张照片 或者有视频看一下 可能呢 就在不需要去观 就是参观那个实体的情况之下呢 就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租户这方面 千万要记得 如果您是租户 在线上呢 你碰到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可以都可以留言的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一些留言 不过这是我在市场上碰到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谈到租户呢 就会我们会聆想起这个房东 对吗 对 房东呢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空屋 而且你不是住在里面的话 是一个投资性的房产 投资性房产 当然你就要找租户进来跟你租嘛 如果现在目前这个屋子是空的话 那你千万就别把租金订得太高 千万就不要把租金订得太高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许多在本地居住的租户 就是外国外国人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已经打消寻找新居的这个念头了 对吧 对 当然看房他们上也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就是等到租约要满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现有的房子里面 就是与现有的房东续约 他们就不出去去找了 就是省得麻烦 省得受割 搞不好就被感染 问题就大 对 所以再加上现在各国都在封国 所以根本没有新的租客的入境 客源肯定减少很多 所以如果您是房东的话 那现在有个空房 千万就别把租金订得太高 我省至可能都要想办法 就是让他调低一点 就是吸引租客进来 因为租客的租户的限量 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的 因为种种关系之下 种种原因之下 那谈到买卖市场方面呢 那短期内呢 显然的这是一个买家市场 对吧 其实买家一点要注意 虽然是买家市场 不过千万不要盼望价格会一直往下滑 其实买家 买家就是他们有这个概念说 现在就是情况还蛮糟糕的 对吗 房地产肯定会跌得乱七把糟 房价一定跌得乱七把糟 不过要注意到在其他国家我不敢说 不过在新加坡呢 因为这几年来过去几年的降温措施 尤其是从2013年实施TDSR借贷条例后呢 政府已经确保整个市场呢 买家一定要有必备的那个经济条件 经济实力才能借贷买房 这几年来已经进行了这上面的措施 那只要在这疫情不要拉到明年吧 我想现在还在第二季度里面 只要这个疫情不要拉到太久 不要拉到明年还是怎么样 导致全球大量失业 或者新加坡大量失业的话 我觉得新加坡房地产呢 不会出现房价崩溃大跌的那种情况 这是我本身的看法 因为这几年来的政府已经设立了很多措施 就是避免在那个金融风暴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点我觉得新加坡政府真的是做得很好 他们就把这些种种的情况之下就预备好了 所以这几年来可能有些人觉得买房怎么这么辛苦 还有PDS什么的 不过现在看到了它实在的这个用意在哪里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本身是觉得市场上其实 现金充裕的买家其实很多的 都在等待实际入场 都在等待实际入场 我本身的就是手上了就是有几个买家 都在虎视眈眈的其实都在看价格的那个转变 所以我是劝请他们说其实看到价格还合理的话 那也不要说 找一个timing这样子 因为其实现在的timing呢其实是买家市场 其实这个timing是最佳入场时机的我觉得 那其实我也不必要搬出一大堆的这个数据呢 来证明危机后的市场反弹 我觉得 每个人都知道911过后呢 这个金融风暴过后呢 市场过一阵子呢 他们就反弹回去 这尤其是在2008年 2009年那一段时间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些有观察床地产过去十多年来呢 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重点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中国近日解封过后 几个城市解封过后 报复性的这个旅游啊 我们看得到报纸上面看到 奢侈品报复性的这个消费 一天内赚千万的事情 对对对 我知道 那呃 所以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 讲的卫图限制 新加坡市场过后 反弹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重点是这样子 当疫情缓和后 当疫苗出现后 你的定位在哪里 这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 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是卖家 下一步会如何进行 OK 你会把价格调高吗 还是你会保持原有现在的这个 肯定的当疫苗找到后 市场疯了 每个股市还是房价都肯定上涨了 我觉得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开发商呢 还会推出目前多项的优惠吗 事想想 当疫情好转过后 OK 所以 对 所以 问题就是在这里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 等到疫情缓和过后 我们就失去了那个 我们叫做window of opportunity 就是那段时刻 进场的那时刻了 对吧 那再看看呢 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亚裔 就是亚洲人士 你我都是亚裔嘛 在这个疫情里面 在欧美国家所遭遇的这个排斥 这不是我在鼓吹什么 种族歧视还是什么 这个其实在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暴力案例 就是屡见不鲜的这个事情 对吗 日子好的时候 你是我的贵宾 你是蔡神爷 患难的时候 你就是病毒 所以以往就是有一些亚洲人 还是有一点重洋的那种心态 我觉得这个重洋的心态 会因此随着这个疫情的发生而改变 接下来 所以再看看这个整个亚洲国家里面 民主透明 无政治的这个倾向 一贯保持中立 又能保持高数字的这个医疗 还有生活数字的国家 其实这个就不多了 那如果要在这些国家里面 找到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一个国家 华人人数比较多的一个国家来讲 我可以说新加坡可说是首选 所以我觉得亚洲的一些有钱人 就是富商之类的 他们一旦这个情况好转过后 新加坡的房产肯定被重视了 因为以上我所说的那些种种因素 所以我相信 新加坡这个房市 一旦疫情缓和过后 有可能会大力反弹 为大力反弹 对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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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